用药材可以做出可口的美食吗 48种 这才5、6种 一碗扣肉中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特别调料 最后变成很绵长的甜 藏匿美味的湖水中能不能找到大鱼 28斤 有了 哪里可以找到发出声音的美味 蛙子还得吓我一跳 味道调查团展开调查 寻找运河小镇里的独特味道 贯穿南北的大运河 开决到现在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 曾经是南北交通的主动脉 时至今日 生活在运河边的人们 依然享受着运河水的滋养 运河贯穿南北 也传递着各种味道 今天 味道调查团带您来到运河边的小镇 瑶湾和少博 调查当地美食中味道的独特之处 在陈年的药酒中 体味酿造的传说 绿豆烧里边有多少种药 48种 48种 在劳动中品尝制作极致的鲜味传承 那不过这味道是很香的 在洛马湖深处寻找水产丰富的答案 我的天哪 在邵博传扎边 聆听美味奏出的音乐 能吃到那种老味道吗 简单的早餐 有养生的秘诀 肥嫩的扣肉中 曾有神秘的调料 味道调查团展开调查 寻找运河小镇里的独特味道 这里就是摇湾 运河上的码头小镇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正是凌晨两点 您问我为什么来这么早 因为我要去赶夜猫子集 运河小镇摇湾 至今保留着的一个传统的早式 夜猫子集 人们早上两三点来到这里 等天亮来 就各自散去 这样照着手电挑菜 和就着灯光挑鱼 您见过吗 摇湾人为什么这么早就赶急呢 因为小镇紧邻大运河 重庆是中运河上最大的水汉码头 当时的商船只能在白天行行 货船停靠在摇湾 船民都是在夜间装卸货物 补充食物和生活用品 早上就要启航离开 久而久之 摇湾人就养成了半夜去赶急的习惯 有这种传统习俗的运河小镇 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摇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明星时最为鼎盛 因为金航大运河在这里遇到洛马湖留下了一个湾 南来北往的货物都要在这里集散 所以口味上也就受到南北各种地方风格的影响 来到这里寻找特色美食 我还是要多向当地人请教 听老先生在这说我都不愿意走了 跟小时候听书似的特别精彩 而当时刚才我听到了一个线索 就是摇湾这个地方 医药的话也非常非常的发达 已经深深地站在摇湾人的生活当中了 而且美食当中也有医药文化的存在 所以现在去看看 就在我四处寻找时 遇到了当地的一位大姐陆敏 她告诉我 摇湾的养生药膳就在她家的小院子里 这让我有些差异 难道大姐出身医药是家 为了给我演示药膳的制作方式 大姐专门在小院吃了一口大锅 制作一道名为五香妈糊的美食 在煮开的水中加入黄豆和麦仁 没多久 这些小黄仁就在开水中跳起了舞 麦仁中的淀粉与黄豆里的蛋白质 也开始慢慢散开 和好的小米糊徐徐倒入锅中 将那些乱动的小黄仁牢牢锁住 榨入适量的粉条 丰富了口感 很快 米糊的香气就在整个小院中迷茫开来 大姐压了火 在里面撒上了青菜 豆干和花生 一碗捂着热透着香的五香妈糊便出锅了 做好的妈糊色白如乳 滑润如汁 像极了浓稠的乳汁 所以称为妈糊 可是这五香从哪来呢 大姐说五香妈糊还真就与摇湾的医药文化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 之所以称为五香是因为它里面放了五种药材 摇湾历史上是码头重镇 曾经商邦云起 在这里聚集的商会和富商们为了防止瘟疫流行 才把山奈 舍香 丁香 肉桂 花椒 盐成细末放在这妈糊里发给百姓 达到防病治病的效果 后来疫情得到了控制 五香妈糊的做法就保留下来 不再加入药材 只在妈糊中保留花椒粉提味 妈糊制作上看上去简单 这里所含的营养可是多得很 还有丰富蛋白质的黄豆 带着不饱和脂肪酸和亚油酸的大麦 粉条中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矿物质 再加上同为健康食品的豆干和青菜 大家祖团出击不带半点红星 可又绝不亚于动物蛋白中所含的营养 这飘着浓郁麦香和略带焦糊的口感 在现在这个倡导健康饮食的时代 绝对是兼具口感和营养的健康美食 香 终于尝到了 瑶湾人老百姓家里的这个五香妈虎 这里面很丰富 你看有青菜 黄豆 豆干 小麦什么的 它的味道呢 应该是非常鲜 非常纯 而且特别顺口 当早餐来讲是最合适不过的 不过我尝到的更多的 其实是这种瑶湾人生活的这种味道 尤其是在这个院子里吃着这个五香妈虎就是感觉很惬意 五香妈虎源于瑶湾的医药文化 现在已经放弃了加入药材的制作方法 用药材制作出来的美食我要去哪里找呢 出身医药世家的当地女孩于洋洋带我去看绿豆烧 她说最能代表瑶湾医药文化的就算是绿豆烧了 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为什么药材在瑶湾的饮食中如此的重要呢 这可以试吃吗 这要什么 三刀 三刀是不是 切了三刀是吗 对 它这个形象 怎么样味道 我喜欢这有 看这个 这个黑色的应该是 吃板还有什么吗 芝麻 芊石 然后瓜子 芊石 芊石它是一个中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感觉清清的 这味道 上面有好多味道 拿这个 芊芊带我去了一家生产绿豆烧的酒房 绿豆可以清热解毒 不知道酿出来的酒会有什么疗效 但到了酒厂 我才知道 原来这绿豆烧中根本就没有绿豆 我的天 所以绿豆烧里根本没有绿豆 没有 没有绿豆 对 它只是配上来的颜色比较像是吧 对 这个绿豆烧里边有多少种药 48种 48种 那现在这才五六种是吧 代表 只是代表 根本不够 对 那这个酒 这个配料的过程 完成之后应该是做成了 下锅 原瓢下锅 用传统作坊酿造成的大曲酒 会和这红参 当归 杜仲等四十多种中草药 或者冰糖 白砂糖 静静地沉在当中 慢慢融为一体 在假以时日的沉淀 这绿豆烧就宣告酿成 绿豆烧成色如金波 像极了家中日常熬制的绿豆汤 所以得名绿豆烧 汇合着淡淡药味的烧酒 入口腼腆 口感香醇 传说绿豆烧的前身 还曾经是宫廷玉酒 不过既然是玉酒 怎么又成了摇湾的特产呢 酒厂的李星明师傅说 这绿豆烧里的四十多种药材的配置 内藏医里 传说在清代初期 曾经有多位御医 御药师 顺运河水路来到摇湾落户 因为当时灾害瘟疫不断 名医们就琢磨着 在宫廷玉酒里 加上了滋阴补肾 抗病毒的药物 用来预防和治疗疾病 因为防病治病功效显著 久而久之 就成了摇湾百姓的万能药 据说绿豆烧还一度负载盛名 顺运河远消海外 酒里的众多中药材 有保健的功能 还有养颜润肤的效果 不过这治病的万能药 能做出美食吗 咱们做菜的时候 也会放这个绿豆烧 对对 放这个绿豆烧牛粮 做什么来着 做牛酿鱼块 牛酿鱼块 牛酿鱼块 口感比较好 用绿豆烧做出来的 酒酿鱼块 是什么滋味呢 我请当地的大厨周刚 展示这道药膳的制作方法 用洛马湖盛产的青鱼 改刀切块 在绿豆烧调和的汤汁中 浸泡六个小时 让鲜甜味的青鱼 多了一味浓浓的酒香 腌制好的鱼块 煎炸定型 入锅加入高汤收拾后 这道汇集着40多位中药菜的美食 就可以出锅了 做好的鱼块 肉质紧嫩 细细交来 鲜咸中透出酒意 让人危罪 周师傅说 用绿豆烧做菜 应该是摇弯夏日 最富有特色的食物之一了 即使是酷夏时节 无论风俗 经过绿豆烧的调和 立刻清爽开胃 让人食欲大增 摇弯菜肴 注重使用大自然 阴阳五行 相生相克的原理 研究营养 供给人体的效果 通过食用药膳 达到保健的目的 这些流传下来的美食 就是中医理念 深植摇弯百姓生活的 真实作品 早在明清时期 摇弯就是苏北商业重镇 市井繁华 人气旺盛 十八个省的商人 都通过古运河 聚集到摇弯住店经营 这里曾经会馆林立 我听说有一道菜 就来自摇弯的会馆文化 据说这道菜 还在当时的会馆大赛中 拔得头筹 成为摇弯一绝 在镇上徒生徒长的 摇弯民族艺人 沈兆明大哥告诉我 这道菜叫做摇弯扣肉 又叫千层扣肉 他说这摇弯扣肉 之所以味道独特 就是因为 它里面有一位 只有摇弯可以找到的 神秘调料 这神秘的调料 是什么呢 可以随吃随摘的调味品 调料都是自己的 家中常备的特色小吃 什么花生毛豆都不在了 味精无法媲美的神秘调料 最后变成很绵长的甜味 味道调查团展开调查 探访运河小镇的独特味道 听说我来寻找小镇味道 热情的沈大哥 特地邀请我去赴家宴 准备了摇弯的独特美食 千层扣肉 他说 在这道扣肉中 藏着一种摇弯独有的神秘调料 这勾起了我调查的兴趣 我想能称得上神秘调料的味道 一定会很独特 破肉 在我们腰湾 大概都有几百年的历史 几百年 就运河那会儿都有了 是吧 有运河时候它都有了 它这个色 色比较重 另外呢 它这个口感好 还香 走进沈大哥家的小院 处处洋溢着熟悉的自然味道 处处透着清凉 让人满是愉悦 儿时记忆深刻的压水井 也映入眼帘 大嫂说 在窑湾 家家都有一口这样的水井 大嫂 您这打水呢 这我来了 好得好得 当回客人得出点力 是吧 这直接打个什么 这要剃掉 淋水的 我帮你一瓶 这打出来啊 打出来 里面水就打出来 这要淋水是吧 对 淋水 这空气就出去了 是的 这讲 咱这水是深水井吗 是的 是深水井 那就可以直接喝了呗 是吧 可以 大夏天 我来一瓶 然后这浓村或者小院里 如果有深水井的话 一定要喝到这儿的水 太爽了 这个天上喝这个冰凉冰凉的水 真是太过瘾了 洛马湖延绵 260平方公里的水域 为瑶湾人带来了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赚出来的井水清凉甘甜 浸人心脾 用井水煮出的扣肉也透着一股甘甜的味道 不过要想扣肉滋味地道 还需要用花椒和麻香调和肉块的肥腻口感 人农家院里种个菜园子 种点菜啊什么的 我当时可以理解 但是人家花椒都自己种 而且就在人家门口 调料都是自己的 这菜做出来得多好吃 但是我已经做好心情准备了 我已经说新鲜花椒这个味儿 真的不是一般人已经接受得了 比如说我现在在跟你说话的时候 我的舌头就一清麻 这些应该差不多了 再来点 花椒让舌头产生了微麻又微妙的站立感 我能明显地感受到自己血液的循环加速 摇湾镇三面环水 常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需要进食花椒达到排汗除湿的功效 所以在摇湾的空地上 花椒随处可见 难道这就是沈大科所说的神秘调料吗 可是任何沿线一带的人们 都有食用花椒的习惯 并不是摇湾独有的食材 就在我琢磨不定的时候 沈大哥给了我一个新任务 跟那个大导春有什么活儿 尽管让我干 人家真是没怕我蹚外人 给了我一个体力活儿 拿这个古老的大石旧 然后用这个锯成的锤子 末 芝麻盐 三勺芝麻 加一勺盐 加一勺盐 不过这味道是很香的 这芝麻味一出来 炒熟的芝麻加入适量的精盐 在实锤的物理研磨下 芝麻中的油脂慢慢渗出 透着让人贪恋的咸香 大嫂说 这芝麻算调料也不算调料 在运河岩县的山东 卷煎饼的时候 人们往往会加烧芝麻盐 运河流域各地饮食方法相互影响 摇碗口味中 也可以找到卤菜的特点 这芝麻 似乎也不是我寻找的 摇碗特有的调料 看着我举其不定的神态 沈大哥拿出了自家煮的蚕豆 来缓和我苦恼的心情 请你叉一叉 我们要的五香面蚕豆 谢谢 您那好东西真不少 这还热乎了 刚出过的 这个好吃 而且五香面蚕豆 那个面是它的口感 嚼起来面面的软软的 特别香 然后里边放的料很多 像大料什么的 大料不少 你看有陈坯 杯纸 花椒 胡椒 生姜 而且还有一种淡淡的那个荷叶的那个香味 荷叶的香味 它能踹进去 就好像什么就在烤丝链吃了那个五香花生和毛豆 比那味儿要浓 而且它还是蚕豆 而且还是面子 有了它之后那些什么花生毛豆都不在了 这好吃 吃过了绵软的五香蚕豆 沈大哥告诉我 这神秘调料就在摇湾镇上的酱坊中 我顺着他的指引一路来到了酱坊 寻找摇湾扣肉中神秘调料的答案 酱坊的钱宗亮师傅 从年轻时代起就一直从事制酱工作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 伺候着这一缸缸的酱 坚守着历史优秀的手工传承 我问他这里有没有扣肉中所需要用到的调料 他告诉我 这神秘的调料叫做甜油 这边应该就是成品的油了是吧 甜油 现在正在这个晒 基本上成熟了 它要替取件和地理修 那边已经晒上了 这边有吗 这个也是的 也是的 刚才我看了半天 就是相当于整个这一缸酱的精华 全浓缩在这个 不是 这一缸有叫做八百斤面 八百斤面 一缸 一缸有八百斤面 都是突出 这是头抽 它分头抽和次头抽 对 分头抽 也就是院抽 分二抽 二抽 三抽 头抽 两抽三抽 这是头抽 比如说整个这一缸酱的精华全在这个油里 是吧 是的 我尝尝 好 酿造田油的关键就是露天的自然发酵 这八百斤一缸的酱皮 要在缸中经过两百多天的自然光合作用 白天阳光暴晒 夜晚月照尘露 到秋天就可以提取头抽 所以田油也叫秋抽油 这个颜色怎么是 感觉像橘黄色的 做料合不合 可以散个层次 叫感官鉴定 色小味 是挺香的 行行 你看看颜色 颜色是那种 不是酱油那颜色 比酱油颜色要浅 像料酒的那个颜色 也叫杯酱油 而且闻起来跟当时我们的酱是完全不一样 那个酱就是厚的黄 但闻这个酱油就是很香 闻那个甜油就很香 还有酱小味 你闻还有酒味 有春香味 是吗 还有植香味 不闻了 我直接尝 一点点 他说做菜一年 炒菜 烧菜 它就不鲜了 确实是咸 第一感觉肯定是咸 特别特别的咸 但是完了之后 刚才我说的那个豆香 那个粮食的那个香味 但是发现最后的味道就是甜味 这个甜味特别的绵长 到现在我收话的时候 嘴里还有那种甜香的味道 我尝过新鲜的酱油 同样的就是量的话放到嘴里会发苦 这个就是咸 然后是豆香 最后变成很绵长的甜味 摇湾三面还水 在独特的地理环境滋养下 形成了甜油极致的鲜味 头抽就是有这么好的味道 那二抽三抽是不是更鲜呢 原抽和三抽之间等于 差别很大的 差别很大 那您这有三抽吗 有三抽 现在还有三抽 尝一下三抽 就是老百姓吃的 这里就是三抽 是这样的 一层的颜色 差不多 对 第一抽它的颜色是浅的 浅的 三抽的时候是发污的 我以为一抽应该是很深 然后三抽就变浅了 它是一厂年 尽管是高个瘾 它的表面 这个味道跟那还真不一样 有点搅和味道 是不是有苦味 有点 我尝尝 算了眼睛 我想吐了来着 不好吃 我以为原抽和三抽能不差的那么多 不能 悬长很大的 现在一天 这吃的很熟了 现在已经没有人吃这三抽了 很熟 三抽的味道 咸色 远不及一抽二抽 鲜甜 在过去 最实惠的三抽甜油 是过日子的瑶湾主妇最爱的调味品 今天瑶湾人的厨房中所用的甜油 早已换成了味道更为精致的 头抽和二抽 制作过程也是非常复杂的 就是我们没有用面肥 油脂面肥 放上水 放上一定有比例水 把它喝成老实份 老实份 老实份 就是干多 干失效 正好的 放个几个 不干什么 沉湿 二十六七度 自然发酵 空气中我没决定 自然发酵 这么复杂的工序 当年我们那些仙人们是怎么想出来的 劳动人家创造的 有三百年历史的甜油 是在酱油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的 因为面粉和黄豆的配比和工艺 与酱油不同 调造出来的甜油口感 也比普通酱油更鲜美 加入了甜油的各种菜肴 不仅味道异常鲜美 据说比味精的味道还要鲜美十倍 并且甜油营养丰富 滋阴养肾 健胃 调节血压 大大改善了人们的饮食健康 除了自然的作用 制酱工人的辛苦 也是美味形成的关键因素 要让酱发酵更均匀 就需要不断的翻动 我们这两年 已经两天没太阳晒了 两天没太阳晒了 这个叫酱趴子 酱趴子 打起来 把上面翻 把底边翻 您弄一下 我看怎么弄 我用一下 看起来好过瘾 把这反兔 这一半我来 好 稍微踢 把底边翻一下 一样 把底边翻 踢上来 你看你打的不好 您打的肯定好 但是我还觉得 这个挺好玩的 你知道吗 你会感觉这一缸东西 它是有生命的 就是你动一下 整个这一缸 这个酱都会跟着你 一直在动 我得歇会儿 我现在好 现在我要说 新鲜劲我已经过了 我现在特别的累 我刚才说这个地方是个健身房 真的一点都没错 虽然说一开始你弄这个酱缸的时候 这个怎么说叫阻迷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时间一长 而且你再一想 还有这么多缸要做 就是一种绝望 终于找到了这神秘的调料 我带着甜油回到沈大哥家 家宴的制作已经接近尾声 这加入甜油的扣肉是什么滋味呢 我满怀期待地等着扣肉登台亮相 品尝家宴中不可缺少的主菜 我要先尝累 我要先尝累 船到湖深处才能找到新鲜的大鱼 哇 28斤 28斤 鲜嫩的鱼丸中 怎样才能吃不到鱼刺 小菜是怎么解决呢 味道调查团展开调查 探访运河小镇中的独特味道 制作扣肉选材很重要 要挑选肥瘦均匀的带皮五花肉 将五花肉切成薄厚均匀的方块 清水下锅 把瘦肉中的血水和肥肉中的油脂煮出 再加入神秘调料甜油和其他配料一起炖 最后才是放上梅菜上锅蒸 扣肉 之所以叫扣肉 关键就在于肉端出蒸锅时 要盖上另一个碗 两个碗在空中迅速转换角色 这揭开盖碗的一瞬间 真有如获至宝的经验感 盖在上边的梅菜已经成了铺垫 晶莹剔透的肉片整齐的排在碗里 一层层的贴附在一起 鲜香软糯 酥烂入味 肥而不腻的肉片入口即化 最符合我这食肉豆腐的口味了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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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鸡蛋 你尝尝这个 这个鸡蛋还可以的 先尝尝 等会儿你不着急 我要先尝这个 我要先尝这个 这是主菜 来来来尝一下 这大肉 五花肉 我还吃 你也吃一个 我还吃一个 尝尝 好 好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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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豆子 快倒了 什么肥的肚腻啊 入口顺乏这个 我都不说了啊 我原来以为它跟那个 煤菜包肉是一个味儿的 但是吃完之后 真的不是一个味儿 它不是的 我们是用的自然鲜 它自然鲜味儿 你要用这个味精 这个对人体激进 它也不好 我们讲究的 就是自然鲜味儿 芝麻盐 这芝麻盐怎么吃啊 我刚才捣了半天 这配什么事啊 全是煎饼 来给那么小煎饼 还有煎饼 煎饼 我这么吃煎饼 第一次 芝麻盐卷煎饼 果然跟山东人的吃法 如出一辙 我也品尝一下自己的手艺 来 喝一口 喝一口 来 享受完沈大哥的家宴 我继续调查 听说 因为靠近运河 摇完传菜远近文明 这传菜里能不能找到什么独特的味道 你吃饭 摇完传菜 源于明 盛于清 得益于棒湖林河水产丰富 运河 运河被摇完传菜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经过一代又一代瑜伽人的不断改良 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菜系 明末清初 一些明朝旧官 御医和御厨或扁或千来到摇完 他们也为摇完传菜增添了丰富的元素 促使摇完传菜日渐成熟成为苏北厨艺一卷 家住古运河边的张师傅是制作摇完传菜的行家 凭着一套点石成金的手艺在镇上开了家小店 这小店厨房里就他一个人忙活 无论是十桌二十桌还是三十桌 张师傅都能应付自如 这厨房就是他一个人的战场 他就是战场中的长胜将军 摇完传菜有名 说起来离不开近临摇完的洛马湖 金航大运河的河道就与洛马湖相连 张师傅说 摇完传菜中有一道跟运河有关的菜叫大炸鱼 它栖西的地方在洛马湖的最深的水域 要行驶半个小时的水路 才能找到这种大炸鱼的踪迹 大炸鱼体型较大 鱼性凶猛 古鱼地点的水浪湍急 渔民必须不断的变换船头形式的方向 让船身与风向垂直90度 乘风过浪才不会翻船 大炸鱼的捕捞技巧 只有摇完当地熟悉深湖区地形的渔民才知道 打鱼了吗 是打鱼了 这个湖水很深吗 应该不深吧 是 对 这个地方应该在8到10米左右 8到10米 对 各种各样的渔民 打鱼们好 这打完鱼了吗 打到了 这是收网了是吧 收网了 这是不少啊 我能上您这船看了吗 可以可以 这边有鱼龙 我们有特殊的鱼叫背死 这个吗 这个大的 这叫背死鱼 做鱼丸 这就是做鱼丸用的 做鱼丸用的 这么少都可以 对 看着看着 饿了 咱这最大的鱼做了多少 最大鱼 最大鱼在后面放在有20多鱼 20多鱼 我去那边看看 这个鱼叫什么呀 这种鱼叫螺死鱼 在外面这地方可以用它来做大扎鱼 大扎鱼 这就是大扎鱼 鸣无其鱼 真叫大扎鱼 够大的 活的 来来来来 你放这我来 是 我看这到底有多沉 把那手套带下 给来一个 那个行 近距离的接触 什么穿鱼 这叫28斤 28斤 有了 我觉得这太有28斤了 天啊 你看看 我的天哪 大扎鱼 大扎鱼 就是洛马湖里的螺丝青 成年的螺丝青能长到近两米 青鱼 食性比较单纯 喜欢吃软体的螺丝 贝壳类等食物 属于淡水肉食鱼 因此 青鱼也是四大家鱼中最好吃的品种 大扎鱼的肉质紧 相对于其他青鱼 肉质更为细腻 花椒八角 将葱放入油锅中炒出香味 加入刚捕捞上来的大扎鱼块 炖煮收汁 鱼块里流出的动物油汁 在炖煮的过程中 嵌入了汤汁 散发出迷人的鱼香 张师傅说 大扎鱼最值得称道的不仅是鱼肉 鱼汤才是其中的精华 摇完当地百姓有句口头禅 家有万贯 不吃大扎鱼泡米饭 意思是说 大扎鱼的鱼汤鲜美无比 用鱼汤泡上香喷喷的大米饭食量大增 纵使是家有万贯也会吃穷的 汤汁浇在产自洛马湖的生态米饭上 鲜 辣 香 银口 是别处品尝不到的美味 这就是炸是吧 这是西红炸 你看这边水草特别丰富 底下肯定鱼特别多 能不能叫大扎鱼 就是在这大扎底下生活的鱼 因为我们洛马湖的水面 现在水深在30米 30米现在 这水深都达到30米 鱼在浪里面 鱼的水脂 造就着鱼的比较高的品质 长得大 个头大 又飞 就是说用这种鱼做出来的鱼 就是一个扎子里面 来起银鱼 大扎鱼 啊 这叫大扎鱼 对叫大扎鱼 大扎鱼生活在洛马湖 张山水闸的附近 它们除了有好的水质自然滋养之外 还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性 喜欢成群结队 逆流而上 盈浪跳跃 在水边每逢开炸之时 一群群的鱼不时奋勇上炸头 所以被当地人形象的称为大扎鱼 常年活动在水流湍急的炸口 使大扎鱼肉质也更为紧实韧性 入口筋道十足 张师傅说 除了口感美妙的大扎鱼 洛马湖中所产的鲮鱼 银鱼 青虾等多种水生物 都是摇丸传菜的主要食材 摇丸传菜最早发明者并不是鸣厨 而是地地道道的摇丸鱼民 直至明末清初 被贬的明代官宦御医沿运河来到咬湾 在他们的改良下 昔日的传菜今天已经颇具南方精致工艺 张师傅所做的二捞鱼丸就是最具代表的菜目之一 什么是二捞鱼丸是特别难吃的意思吗 张师傅告诉我 这来自于咬湾当地的俗语 咬本是不好的意思 他家的鱼丸做工不咬 味道也不咬 久而久之 在邻里街坊的顺嘴调侃下 变成了二捞鱼丸 张师傅说 上等的二捞鱼丸要用洛马湖特产的白丝鱼制作 这种鱼的鱼刺十分细小 它掌握着让鱼自动去刺的办法 这个鱼刺多吗 鱼刺很多 它的竹刺包括小刺特别多 小刺是特别烦人的 咱们再开始吧 这具体怎么做 这个刺在下先把地面的一个小刺子去掉 打披的时候把它挡就挡掉了 把这个东西给你去掉 这小刺怎么解决呢 现在就可以用倒背 用倒背 就这样 这就能把鱼刺去了 最后的时候鱼刺全部在这盏板上面 这个可以交给我 这鱼刺能粘在那盏板上吗 对 它一定要剁成泥以后 剁成泥 对 速度太慢了 因为它这个鱼刺 它是一种硬的东西 碰到刀壁的时候 它自动要粘上去 你看 现在就是有鱼刺 就粘在这个盏板上 好 双刀给我 双刀在手 原来 这去鱼刺就是用刀背剁 将鱼块剁成鱼绒 刺就会自己粘附在案板上 鱼绒剁得越碎 鱼刺也就去除的越干净 看我双刀剁鱼绒 是不是也挺专业的 看我双刀剁鱼绒 做好的鱼绒 口感气腻滑嫩 需要不断的搅拌 才能使鱼绒粘成胶 将鱼胶在手中 传成鱼丸 入锅就立刻飘了起来 做好的鱼丸鲜嫩弹牙 酸爽开胃 张师傅说 一道好的二脑鱼丸的制作 从处理食材到上桌 足足需要三个小时 这么精致的制作工艺 还真不是我这种新手所能驾驭的 我想这道菜在过去 一定是窑湾官宦商骨家 商务宴请的首选 当年窑湾码头商客云起 往来饮食文化交流 使窑湾菜肴厨艺精细 做菜的原料 因为有了运河水的滋养 也极为丰富 窑湾人世代以鱼为生 新鲜的食材也促进了烹制手段的提高 团菜制作都选用洛马湖水鲜为食材 硬食耕点餐插其间 食材四季有别 菜品浓郁入味 既富有浓郁江南水香的气息 又有着苏北人醇厚浓郁的滋味在其中 南北融合口味独特 我在运河边的瑶湾小镇 忙着调查有着独特口味的佳肴 我的同事孙迅 已经赶到了下游的运河小镇邵伯 去寻找另一种濒临失传的独特味道 据说这种菜会唱歌 传承二百年的秘诀 味道调查团展开调查 探访运河小镇中的独特味道 运河边的邵伯镇曾是江都五大镇之一 这里留下一切痕迹都与运河有着多多少少的联系 据说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六次驻足少博 我想能打动乾隆皇帝驻足在这里的原因之一 一定有美食的诱惑 之前早听朋友说 在这个只有八万人口的小镇上 有着一道会唱歌的美食 少博焖鱼 这焖鱼是如何唱歌的呢 于是伴随着运河之行 我来到了这个有着一千六百年历史的小镇 从这里的美食街中寻找这道极具传奇色彩的美食 这究竟是一道怎样的传奇美食 仅是会唱歌的色彩就足以让我怦然心动 如今再加上这无人能驾驭的制作方式 让我对这道少博焖鱼充满了好奇 走进这条不足一公里的美食街中 所有的招牌都指向了两个字龙虾 虽然太阳还没有落山 但各家餐厅的门口已经运来了鲜活的龙虾 我沿着这条满是龙虾的美食街来回走了两遍 始终没有发现焖鱼的所在 您好我想问一下您知道哪有那个少博焖鱼卖吗 不好意思几位你们在捡龙虾的是吗 我给你们打听一下 就您知道咱们这有那个少博焖鱼吗 焖鱼啊 焖鱼对有吗 没有 咱们哪有那个少博焖鱼卖的您知道吗 那边是吗 好吧谢谢啊 在问寻了几位洗刷龙虾的大姐后 我终于在一个隐藏在龙虾招牌的餐厅里 找到了这会唱歌的少博焖鱼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家室友做那个焖鱼是吗 对 这是咱们少博的焖鱼 那我能点一个吗 可以但是时间要长一点 没关系找到就好 我附近厅制作 哦 好吧 听这里的老板介绍说 他家开的这家餐厅主打的是龙虾菜 平时由饭店的厨师制作完成 只有在顾客点这道少博焖鱼时 他才会请父亲亲自下厨 周大厨家就在古运河旁 我在古镇上找到了他 请他一展厨艺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老的古运河是吗 对 金航大运河的 保存最好的 是 就是现在虽然不通行了 但是感觉保存的还是很完整 是不是 现在就是让游人参观 参观 见证少博的历史 对 少博焖鱼至今在少博已经有了近两百年的历史 它来源于苏西地区的苏扎翠扇 沿着运河来到少博 并在这里演绎成了这道传奇名菜 据说曾是盐商宴请官员的首选菜品 这道菜也是很有历史的很有传统的 对了 有两百多年了 对 嗯 因为当时呢这个我们扬州有盐商嘛 有好多的全国各地的大老板 嗯 聚集在我们到我们少博来 嗯 这个做盐的生意 到了少博来就要想好的吃 是吧 少博呢 为了这道菜 这都是大老板最认可的 最认可 每次来都要吃这道菜 从前达官贵人才能吃到的菜 如今我也可以一堵真容 机会不容错过 做闷鱼最好的材料是虎头鲨 这听起来名字极其吓人的品种 不过是一种淡水小鱼 在少博人眼中 它是一个十足的呆子 笨头笨脑的极易捕捉 但这种虎头呆子的肉质却极其嫩滑 至少用来做闷鱼最好不过了 将这种鱼鳞极细的滑手小鱼 切成薄薄的鱼片极为不易 周大厨说 简单的食材能做出精细的味道 也是淮阳菜最大的特点之一 切好的薄鱼片要挂上少博的特产菱角粉 入油锅闷炸三次 在气候湿润的南方 要将食材处理的酥脆可口 就要付出更多的耐心 挂满芡粉的鱼块 刚一入锅就像花朵一样绽放开来 开始了三入三出的锅中旅行 看似步骤简单的炸制 需要厨师对火候的掌握和把控十分精确 火力迅猛千钧一发瞬息万变 多几秒会糊 少几秒不脆 这道菜的最精华所在 就是一人要同时煎做两口锅 一边炸鱼一边做卤汁 哪一边照顾不到都会前功尽弃 周大厨将一心二用发挥的淋漓尽致 他说这道名字普通的邵博焖鱼 囊括了烧炸 灰溜 闷等所有淮阳菜的烹饪计划 当年下了三年功夫才学会这道菜 如今这道菜面临失传 他期盼着这邵博的老味道能继续传承下去 看着鱼块在锅中 混着油花芝芝出声 这杂质发出的声音 是不是就是邵博焖鱼所谓的会唱歌呢 周大厨说 这道菜的真正精彩之处 马上开始上演 能不能唱出歌 还要看够不够快 这道焖鱼的上菜过程简直就是一次时间与味道的赛跑 从出锅到上桌不能超过一分钟 上菜的服务员一边要承受两个汤盆的重力 一边还要健步如飞的跨上台阶 邵博焖鱼能不能唱出动人的歌声 除了周大厨的手艺之外 还要依靠服务员的速度 为的就是那一口脆 在我看来 这就是一场视觉听觉和味觉的交相辉映 这个还滋啦滋啦的吓我一跳 有点惊喜 我没想到是现场就跟铁板烧似的那种 是吧 现场这么一焦 闷就是最后这么一个焦的过程 焦汁有声音 有声音 要滋啦一下 这一下让人觉得很惊艳 对对对对 现在在这个饭桌上有声音的菜 是不多见的 对啊我们这不光是薄口符 还能薄耳符 对吧 还能听到嘶啦一下的 对吧 现在就可以尝一口了 可以尝一口了哈 这应该是酸甜口的哈 我再闻到那个汁的味道了 对 嗯 哦 酥脆 嗯 烫 好烫 嗯 很酥脆了 还没吃到鱼肉呢 嗯 酸甜口的 这个吃过来以后呢 嗯 它可能就 可能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 对 就是能吃到那种老味道嘛 对吧 老味道 一口下去两种感受 舌头尝到的是鲜甜的卤汁 牙齿感受到的是酥脆的鱼块 外酥里嫩 酸甜可口 一道菜耗时50分钟 火工 刀工 甚至上菜的速度缺一不可 享受的不再是单纯的味觉 而是眼耳口鼻 四味合一的立体感受 邵伯闷鱼如今因为做法复杂 而逐渐淡出主流餐桌 但美味的传承却不会停下它的脚步 得益于金航大运河的作用 两岸沿线各地的风味 在南来北往的过程中互相融合变化 这些被运河改变的美食 除了得利于菜色风味之外 更得益于运河水的滋润 我和同事的调查只是看到运河美食的一个窗口 如今运河还在继续发挥着南北运输的作用 两岸百姓更离不开运河的养育 品尝着这满载着运河文化的美食 既满足了口腹之欲 也获得更多精神之需 相信还有更多独特的运河味道 等着我们去调查去发现